英式下午茶是英国有名的饮食文化之一 传统英式下午茶点心由三层点心架组成 底层是三盆质 中间是司康 上层是一些小蛋糕 而甜品司康则占据了其中的C位 据说女王奶奶每天都要吃哦 司康也被称为英式松饼 它的口感介于面包和酥饼之间 现在的司康多于小巧精致的圆形和三角形 然而最初的司康无论在做法和材料上 都与现在有着很大的差异 它的前身是一种苏格兰的薄饼 使用未发酵的大麦或夜麦面团 在石板或者平底锅上烘烤出来的大圆饼 到吃的时候才会切分成三角形的小块 直到19世纪中期 泡打粉被运用到烘焙当中之后 司康才逐渐变为直接切分成三角或圆形 再送入烤箱中烤制 口感也更酥松的版本 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 传统下午茶的司康一般会搭配凝脂奶油和果酱 再配上一壶红茶一起享用 参考视频的制作教程 你也可以在家自制美味笑潮